美国华人迎接新年少不了都要团圆吃美食 好好进步一下 尤其是西洋生还有干贝 更广受华人的喜爱 因此东西新闻特别就访问到 美国许氏深夜集团总裁许中正 以及北海道渔业联合会的常务理事 齐出鸿河 分享最健康的烹饪方法 坚持自重自产自销的理念 美国许氏深夜集团不仅成功立足美国 建立起优质花旗生的品牌形象 延续与日本北海道渔业联合会 20多年来密切的合作关系 2016年持续从日本引进 高品质的北海道干贝和昆布 回馈美国华人 25年前我们就代理了 北海道的干贝到美洲 北美就是加拿大跟美国的市场 打开这个市场以后 我们产量跟销量一直在增加 所以我们结盟了很好 以后有海带还有其他产品 都一直增加过来 而看重许氏深夜集团 在美国地区的广大知名度 北海道渔业联合会也决定 2016年华人工商大展期间 持续力挺许氏深夜展台 给来宾免免费试吃昆布 透过日本北海道的清洁海水 感受这份高营养价值的 天然健康食品 昆布是一种最好的一种海产品 没有油 它里面的微量元素 还有它的矿物质非常的高 而且它有纤维素 这纤维素是可以消化的一种纤维素 纤维素跟我们人的血压有关系的 而明白农历新年将至 华人一向喜欢在宴会上 吃大鱼大肉的菜肴 两位健康达人更不忘分享 彼此的健康长寿秘诀 最好的方法 还是最简单的 是有花旗生的新鲜生 放在里面做汤底 然后加你要加辣 加什么东西都可以 然后你可以围炉 可以放在里面 你昆布也可以放在里面 然后干贝也可以做汤底 这是日本食的基本味道 是昆布 昆布是鲜衣室 刚才也说过 非常好身体 明白广东人喜欢吃煲汤的习惯 两位健康达人也不忘分享 类似的养生经验 那要煮鸡汤 什么东西都是一样可以说 煮鱼汤也可以 用新鲜的花旗生 强调并从口入 食用有营养的食品 才能拥有健康的身体 因此许是深夜提醒华人朋友 在过年期间选择温补的人参炖汤 或是低热量的北海道干货入菜 都是能兼顾美味和健康的年菜选择 东森新闻为宽 孟子文在洛杉矶的采访博道